各位,2020年6月25日,在澳洲多了37個確診 官方多了38個,因為在新蘭威爾斯死亡之後 他把這個數字減掉,因此新增5個 我現在不知道根據他什麼做法 以前他一向是死者還死者,不會在確診數目上拿出來 現在我就當他增加了4個,所以我現在就顯示了37個出來 新蘭威爾斯那邊現在的確診數目是3163 死者方面我並沒有拿走 另外就是維多利亞省這邊,多了33個 去到1,917 換句話說,維多利亞省這邊,我們很肯定有個第二波 現在33個新確診,大部分是本地傳染的 所以現在一定要做好這個防控措施 我們這個州政府,省政府也增加了檢測 大家也可以去很多商場的停車場 可以接受檢測 這次現在就擴大了,就算沒有症狀 這次都可以了,是免費接受檢測的 好,OK 謝謝 謝謝